我好像不太會被打到 感覺好一點 我喜歡Rave 哇太OK了吧 不是太OK了吧 他的手被範圍有點太大了 我平常都說了 大家好我是鍾子通 又來到我們的女優採訪單元 最近來台的女優真的像是 雨後春筍一樣 啵啵啵的到處都是 但是這一位在我們頻道一直是 人氣跟討論度非常高的 桃園之光 桃園林奈小姐讓我們歡迎她 你好 我是桃園林奈 請多指教 哇 YES 她講話真的很可憐 因為桃園林奈小姐一直是 Fitch這一家片商 可以說是最具戰力的一名專屬女優啊 所以這次看到她也是非常開心的 那我們正式開始之前其實還是要跟桃園小姐介紹一下我們這個頻道 因為就是一直以來就是有像桃園小姐這樣優秀的演員 產出這麼好的作品 所以我們頻道才可以有這麼高的訂閱量 真的是非常感謝 也是看到本人可以來頻道造訪我們也是非常開心啊 要在這邊先感謝一下AVCO的這個單位 因為一直以來她們邀請來的女優都是非常頂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 她們一下飛機就來這裡了 真的是非常感動 那就是想要問說 桃園小姐第一次來台灣的心情 例如說來台灣之前 對這邊的想像大概是怎麼樣的 台灣有很多優秀的人 像是桃園小姐的空港嗎 桃園 對 我是桃園小姐的 所以我覺得 很容易熟悉的 桃園小姐之所以在台灣知名度如此之高 很多人就是要這個姓氏的關係 所以讓非常多的影迷 一下子就記住這麼優質的一位演員這樣子 在2020年的時候桃園小姐又回到業界 那看到復出作品的時候 影迷真的都是非常感動 包括我在內 那就想要問一下 就是說從2020到2023這三年的拍攝 桃園小姐的演出真的進步很多 所以說我會蠻好奇說 桃園小姐私下會不會看自己的作品 她有沒有最喜歡演出的角色或是劇情這樣子 我喜歡演出的角色 我喜歡演出的角色 我會不會被演出的角色 但我會不會被演出的角色 Rapes的角色 我喜歡演出的角色 我喜歡演出的角色 很Harko欸 角色 逆版 哎呀這個這個時候就要請出這部 等一下要介紹的知名作品 剛剛我突然想到一件就是 蠻好奇的事情 因為就是 桃園小姐在第一次隱退之後又加入 一般公司上班嘛 一般社會人的這個過程 應該是 應該是蠻容易被人認出來的 那就是想要問一下桃園小姐 假設說我今天可以一起拍照之類的嗎 粉絲問她這種問題會不會 嚇到她冒犯到她這樣子 TARIMASU 嗯 是可以接受的 這很驚人欸 因為我們一般認知中可能就是 私人生活還是私人生活 那不要去打擾會比較好 因為我們一般來說會覺得是這樣的情況 可是這樣桃園小姐的答案蠻讓我意外的 我也是 我們頻道啦 既然是在中止通 那就一定會有跟大家分享作品 不然沒有番號你們又在那邊 欸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我又跳團來了 答案我要笨蛋 這我答案你 你不要我啦 分享幾部桃園小姐的經典作品 那首先要講的當然就是 兩部出道作品 在JUFD548這一部作品 就是桃園小姐的出道作 比較可惜的是當時留下三部作品 就消失在業界 堪稱業界傳說啊 那想不到四年之後 JUFE202再度回歸 可以請問一下桃園小姐說這兩部 可以說都是業界出道作品 在心境上面有什麼差別嗎 我最初のデビューの時 大學生だったんで アルバイト感覚で 大學卒業して就職する気だったから そんな この業界でやる気はなくて でも戻ってきてからは うん すごい売れたいなと思って いろんなお仕事やりたいなと思って 頑張ってます 確實可以感受到 他在第二次出道的時候 那個能量更強 我是有這種感覺 シャイシャイ Yeah 對那可是還是 在他第一次生涯的時候 有一部作品我還是蠻喜歡的 就是JUFD567 女僕的扮相是真的非常可愛 可是這個時候我其實蠻好奇 因為我自己會覺得說這一張封面 蠻有那種 日本常講的那種犬系女友的感覺 就會想要問一下桃園小姐說 感情方面是覺得自己比較像是 貓系 犬系 然後跟兔子系 還有 猩猩系這四種 桃園小姐會覺得自己比較像 哪一種女友呢 猩猩系 Muy Pace 那種 飽飽 那種 Suki 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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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y Pace 喔就是個性像貓 應該不會突然專訪覺得差不多了就離開 應該不會這樣吧 很緊張 很緊張了一下 然後在JUFD265這部作品裡面 因為桃園小姐演出的角色是 搶走姊姊男友的小惡魔妹妹 演出的風格很可愛 可是做的事情比較讓人印象深刻啦 所以就會想要說 桃園小姐欣賞的男性是什麼類型的 我這邊比較好奇外型的話有沒有什麼要求 Muy 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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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身材這麼好 才讓業界發現說哇靠這個造型真的是有夠讚 然後接下來就開啟了一個 就是你只要身材比較好的女優 幾乎都穿上這一套服裝這樣子 所以就想要問說 台灣小姐自己在拍攝的時候 就是除了 逆兔女郎造型之外 有沒有其他特別喜歡的造型 那私底下有沒有試過Cosplay這樣子 我最近也買了很多東西 所以我買了衣服 納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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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園小姐是一個很現衝的女生耶 因為萬聖節會去像澀谷那種地方 社會上比較活躍的男生女生感覺啦 很令人驚訝啊 而且像桃園小姐身材這麼好的女生的話 應該是不管穿什麼造型都是非常好看的 對那接下來JUFE 327 因為這部作品就是復活週年紀念 但是題材我覺得蠻硬的啦 就是大吃一驚的題材 老實說這個對女生來說 我覺得是一個蠻大的挑戰 那我就會想要問說 男生在約會的時候有哪一些行為 桃園小姐是覺得很NG的 雖然聽到是蠻開心的 可是我沒有想到這個 因為這一部是一次幫一堆人 視覺效果上面是好看的 但是就是會覺得說 天啊大吃一驚這樣子很累耶 這樣我就會覺得說 因為要求說吞這件事情都可以 這樣到底什麼樣會是NG行為 我就會蠻好奇的耶 店員さんに態度が悪い人 車の運転が悪い人 ちょっと嫌です 對電源態度很差 我覺得這是有小見大 開車很雷這個 我覺得這蠻多 這個可以看出很多東西啊 他很會看細節耶 這個我覺得是 蠻可以看出一個根本性的人品的 就是感覺是個好女生啊 JUFE 383這一部作品 因為它是第一次共演 想要請台灣小姐分享一下說 就說這跟一個人演出的作品上面 差別在哪裡 然後跟其他人合作的心得是怎麼樣 在一起的女生 我們一同一共演的女生 有一個女生的女生 跟方雄他媽媽前輟 他在一起奔心 教了 二人以為男優去攻擊男優 男優有五次的人 每個人都很快進去 二人以為攻擊男優 所以我又想要演出 怎麼感覺聽完之後是最羨慕那個男優啊 他快樂的表情連我都想像得出來啊 就蠻好奇說 桃園小姐還沒有想要挑戰看看的題材這樣子 那那飯感謝再掲 素人的 我以為能夠堅持的話 挖入みたい 那飯感謝再掲 喔他很企劃鬼才欸 喔自己想得出這一個感覺就是很 很讚的很讚的題材我一定買 謝謝 非常感謝桃園林那家小姐今天可以來到這邊 最後就是想要請桃園林那家小姐 給台灣的觀眾幾句話這樣子 今天請問一下 謝謝 我們現在也會慢慢的作品 能夠增加了 大家再見 拜拜 那今天的節目真的就到這邊了 我是總指通 我們下次見 拜拜